五年前,古老的魔神封印突然解開 魔將窮奇意圖奪取地心上的六種元素能量核 復活邪神虛無 從那一刻開始,人類被捲入了一場浩劫當中 普通的攻擊對他們絲毫不起作用 在絕望之中,我遇見了能運用元素力量戰鬥的超新龍型 他們能召喚出強大的元素戰將,對抗魔將 同時,在各地的水、井湖、風、淚湖、元素光電也相繼被喚醒 那場戰役中,請不向過去元素中的計劃失敗而告證 而我的人生,也發生了,越大的改變 爸,我送我爸去 八月二十五日,天氣齊日 今天也沒有發現魔獸出沒的宗憩 關注我們,安全出門 外賣幾件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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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知道了 別叫了 別,別過來 別,別過來 弄髒我的衣服 把賠錢 明明是你自己裝在瓶子上的 嗯,看來還得給你點兒圈子瞧瞧 你這傢伙是誰 先生,你們外賣到了 熱辣滾燙的燒烤雞翅 燙?燒烤? 就你逞英雄是吧 我就看看你是英雄还是狗熊 不关我事啊 走了走了 我已经报警咯 警察叔叔马上就到 可恶的家伙 你给我等着 欺软怕硬的胆小鬼 放心 已经没事 人呢 外卖即将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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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完蛋超时了 为了这些自私的人 值得吗 终于来了吗 是伦恩已经开始转动 这次的你 又会如何选择命运呢 外卖都超时了 知道吗 都凉了怎么吃啊 我们店的烧烤鸡翅 就算凉了也 真的不要了吗 我就有口福了 好吃 太好吃了 老爸的烧烤技术 太厉害了 这股强大的能量 难道 恐怕情况 比五年前更糟糕 胆子真大呀 赔我衣服 这家伙又在捧刺 有没有点心意啊 是魔教 魔教 这个城市便是魔器所指之地 徐吾大人有令 火源祖皇殿 就隐藏在这个城市 找到并摧毁火源祖皇殿 夺取火源祖盒 只要结写六种元祖盒 徐吾大人就可以再次复活 那是绝地三尺 把他找出来吧 红阵魔爪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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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訪 ��盗 绝 Já 夥得三岔 虎阳 水之殿 战势 虎之殿 战势 虎之殿 战势 虎之殿 战势 虽然金之殿战士性格古怪 但我相信它会出现的 抓人人道 老虎还击 骑身降临 出来吧 神兽叶王 飞火云雷霆啸 浪大地暴风狂 以金刚不破战黑暗 几场 浪潮翻魂 小狼 集电王 欧阳苍穹 暴风 集电王 为了光 蝎甲金星 金刚 集电王 我最想 天由蚕石 大地集电王 快住手 穷奇大人 我们来对着他们就够了 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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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狗 小心 快停看大龙 鸪 骑 折了 鸦 我拉住你了 你还好吗 努力坚持住啊 网龙剧长 可恶 威竞技能太难对付了 这个家伙的力气比我还要大 再来 回事进口 味道不错 还有吗 当然还有 我怕是撑了 闪掉电雨 你还好吗 能不能坚持住啊 还有还有人被埋 救我 求求你救救我 我已经知道错了 求求你 别丢下我 你是最后一个 每个人的生意 都同样宝贵 我不会借死不救的 谢谢 谢谢你 冰锥射击 让婚宝贵 心在血 抓住你了 放心 我 我不会松手的 喂 喂 我下面还有人 救救我们 坚持住 我马上 还有我们要听吗 毁灭吧 莫阳 没那么多时间了 我们的敌人是魔将 如果不把他们击退 火势会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你啊 凭雪之风 看来 你还是做出了 同样的选择 你们的力量 救折 滚滚魔法 逃物 宠人魔兆 怎么 别忘了 你的鬼手是我 阿姨小心 好强的力量 火元素黄电还没现实 燕之电战士一致还没苏醒 这场仗 果然只能靠我自己了 再帮你们一次吧 小雷霸 住手 你不用电锁 还有一只臭手的 快 我困不了他多久 你终于来了 惯惯 惯惯 这是什么地方 难道我 渺小的人类 人类 你说我吗 愚蠢 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那倒也是 我打你蠢 再直学 大家只说我天真 从来没有说蠢的 用自己这么宝贵的生命 去救那些冷漠的人 你是既蠢又笨啊 你是说 那些人都得救了吗 那真是太好了 那个糟糕的小骗子 也没事是吧 那我没白死了 自己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爱惜 简直愚蠢至极 才不是 就是因为我爱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才同样珍惜别人的生命 愚蠢 你看 他作为电战士 原则可以救你 但你对他眼中太渺小了 他选择牺牲你 还有他们 明明有能力却总是观望 独善其身 还有这些人贪婪 好啊 就你逞英雄是吧 我就看看你是英雄还是狗熊 自私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叔叔马上就到 人呢 冷漠 不关我事啊 走了走了 这样的人们 值得保护吗 根本不了解人类 什么 愚蠢 愚蠢 言之愚蠢至极 先不消失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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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放心 大家撑住 一定有先知不 爱的能量是可以传递的 这样的人类 不是值得守护吗 不知豪歹 再给一次选择的机会 用你救的人 换你一命 你愿意吗 根本不用选择 每个人的身边都同样宝贵 用你救的人 换你一命 你愿意吗 哪个人生命同样宝贵 哪个人生命同样宝贵 同样宝贵 同样宝贵 火云基建王 保护这些死死的死人类 值得吗 可能 我也被感染了吧 我觉得 值得 坚持你最强将吧 等你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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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并肩作战吧 守指后 抓客 那是什么 火鳗 是火元素黄殿 难道是 anta 宝贵 6 防顾 竟然是他 火元素继承者 终于苏醒了 可恶 滔天 给我毁灭火元素黄电 破坏光线 以元素置心为室 以钢铁之需为证 从此刻起 你就是火元素能量的继承者 超级龙骑 舞动变身 燃剂黑暗 杰净柴 杰军殿战士 要为你 喊出我的名字 火焰燃剂 以神降临 罗云西帝王 火焰燃剂 火焰燃剂 火焰灵王 第六个基电王苏醒 元素能量全部得到解放了 我感觉到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这感觉太温暖了 先把敌人击溃 他们的力量突然变得非常强 忘了虚无大人的命名了吗 把那个火云姬剑王毁掉 困转我怕 快放线 糟了 不自量力 喂 你们结束了吗 什么 还愣着干嘛 都给我上消灭他们 终于我找 到我了 营养 烈焰田 天罡 日焰田 可恶的魔匠 不要代替 这个城市所有人 要求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 魔匠 这是我们的城市 不许乱来 不自量力 快 停住 动不了 你们现在 还不是四国家的对手 暂时借给你们我的能量吧 暂时借给你们我的能量吧 趁薄 飞 幸福 日焰燃 我之 可恶的 蜜蜜 炖焰超天 雨火神圾 人哪 超级攻击 这才刚刚开始 热物 让他们跑了 未来一定会改变他 飞物 全都是飞物 火元素何为强盗 还让燕之殿这儿是燕素性吗 主人 息怒 请您听我解释 我们已经有了下一步计划 一定会为主人夺得六个元素核 让虚无主人成功复活的 成狮警戒 请无精光 成狮警戒 请无精光 要复制完成 就算魔兽再来也不怕了 是啊是啊 欢迎加入超新龙席 我是超新龙席的执行长 利用火元素变身器 你可以随时变身燕之殿战士 和其他元素殿战士一起 守护必先的安全 我拒绝 地金之殿战士后又一个 我能知道原因吗 我不能把后背 交给一个见死不救的人 我下面还有人 救救我们 来不及了 消灭魔杖要紧 不 牺牲小部分人 而让大部分人得救 再选择一次 我也会这么做 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是战争 就一定会有牺牲 你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了吗 我 我跟他没有办法成为队友 臭小子 我是你亲爹吗 你不是我亲爹 还能是谁的爹 看看你把烤串 都烤成啥样了 不啦 我正在练空火技术呢 火云几电王 赐给我火焰的力量 作为万力挑一的船人 我一定要练好空火的技术 正所谓 能量越大 责任就越大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 小 跑 吓 臭小子看我不收拾你 老爸饶命啊 给我站住 求放过 还有多久 防御墙才能完成组建号 快了 两座控制台已经完成 还剩下最后两座 到时只要同时启动 就能在整个城市外围 形成一道能量防御墙 即使魔将到来 也能暂时把他们阻挡住 没错 能量防御墙 是火势最后的屏障 只有成功启动 才能保住火元素防变离止 保住那堆元素核 就怕那些魔将 现在就跑来搞破坏啊 阿兴 闭上你的乌鸦嘴 如果是我 我也会选择现在进攻 城东和城西的防御墙 已经启动 接下来 叶峰和阿兴守护城南 莫营守住城北 必须要让防御墙顺利进攻 不能出现丝毫意外 是 火山来了 痴星掌 如果像上次那样 四魔将同时出现 我们压根不是对手啊 莫营一个人 能守住城北吗 魔兽 魔兽又出现了 应该是跑上火元素楼 他的目标是那座空之塔 要回 你要去哪儿 回来 狼八 我是继承了火元素力量的 燕制电战士 我要去阻止他 快让开 看我的 剧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呀 那些市民的背后 能指望你来收工 你呢 火元素变身器 合起来吧 你像个菜鸟 不要碍事了 耍什么帅 装什么裤啊 你这个剑死不救的冷血冰棍 故障率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十四 注意 故障率达到百分之三十 将无法启动能量防御墙 报告 我和阿星已经赶到控制塔 一旦控制塔完成 立刻驱动 魔兽出现了吗 城南并没有发现 浪潮翻魂 起神降临 要浪西电王 等候翻魂 下午浪西电王 我看 给我住手 老爸 我是继承了火元素力量的 燕之间战士 我要去阻止他 躲起来吧 你像个菜鸟 不要碍事了 真正的英雄 就是要在最危险的时刻 力反狂澜 两个魔兽给我听好了 放开那个女孩 打 超西龙骑 鼓动变身 战下风 燃起黑暗 溅气焉 溅气焱 溅气焰 天 businessman 下日 火夜燃尽 以神降临 火云西电王 闻夜禅境 波云积殿王 小姐 你没事吧 你玩没玩 你先收拾是吧 你先干净 别拿来 我看你的脸 跟脑袋都被冻住了呢 请我让开 波云积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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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回来 波云积殿王 最后的控制塔已经完成 防御网开始启动 你们赶紧撤回到防御网里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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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火元素力量都不会用 不要在这里哀小哀小 狼玉华还有十秒步数完成 呃 呃 呃 啊 还不能完全操控火元素的亮灰 确实还不是魔兽的对手 但是墨云 只有你一个的话 呃 你也赶紧进来啊 呃 来不及了 呃 呃 是战争 就西定有西山 这家伙 原来对自己也是这么无情啊 固然是坏没有感情的冰棍 防御网部署完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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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我不会放弃日常人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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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全力 为了全力 怎样 你的身后有我 会有安全感吗 毕竟你是需要保护的大小姐嘛 我就想不明白 总部为什么要派我 跟你这个家伙来执行任务 臭兵快你行不行啊 摔坏了我你赔得起吗 不想摔个鼻青脸肿 最好就抓紧坐稳啊 雷暴云 雷暴云 你这家伙是故意的 抱歉啊 我的确是故意的 为了让某个乌鸦嘴的家伙 闭上嘴巴 可恶 你给我停下来 我就说 不要跟这个眼睛长在头顶的冰砖头组队 对啊 我也不想跟你这种天才组队 天生的奇才 你 你药灰 跟我说 包括药灰在内 我们已经发现了六名 继承了元素力量的电战士 哪里有六个呀 加上那个叫齐恒的金制电战士 不是只有五个人吗 这就是我要说的 第五名雷支电战士 比你更早觉醒 但至今为止 从没人见过他 地心组织几次去寻找 他都故意躲着我们 看来又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家伙 我们组织怎么进出这种奇葩呢 对呢对呢 阿星 你说谁是奇葩 看来你很想跟我比划比划呢 比划就比划 谁怕你了 开开开 觉醒了力量 却一直躲避着我们 只怕又是一个 像金制电战士那样的家伙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 所以我希望这次 你们两个 能以电战士的身份 前往荒漠村庄寻找他 你的意思是 让我跟这块冰块一起执行任务 除了找到雷支电战士 耀辉 你也趁机向墨炎好好请教一下 尽快提升与火源积电王的匹配度 有人不请自来了 给你们送一份 四季的纪念礼吧 尽快锐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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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锐炎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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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住在这里这么久 有听说过雷元素黄殿吗 果然又来了 香花带来的灾难又出现了 怪物来了 大家快躲起来 快跑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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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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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不知道你想干嘛 等等我 别想抢我风头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这是 魔匠 混沌 不能让他进入村子里 好心容器 武斗天山 我只愿 你重生 看着你运破 全是战神 潮行隆起自我 力量燃烧的眼神 心之热 尘尘尘尘尘 尽其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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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本大爷 乖乖束手就擒 小猫孩 别让个本尊弄我 今天就让本尊来教你 那么就输我肉强食 放开他 你的罪魂救我 暴霍川流 小心 两只魔教 他们身上的能量波动 十分漂浮 是幻影 其中一只 是他分出来的幻影 那可把他的真身找出来 你跪他 要灭烟拳 抬出了一只 莫影 他们身上的能量反应消失了 不好 这只也是幻影 他 他该不会就是 雷之间战士 雷之间战士 不是我们的伙伴吗 他为什么要拿枪指着我们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可惜 他必须对你们的同伴 雷光弹 这一点小小的雷光弹 根本对火云击电王 不起作用 小子 小子 看看头顶上 不会是天才啊 在我的幻象空间 任何人都别想逃脱 雷之电战士 去把他们击杀吧 你明明也是电战士 为什么要对付我们 所有背叛者 都要受到雷电的惩罚 为什么要帮那些人 为什么 太可怜了 一次又一次被抛弃 求我是来帮你的 叶朵 修罗姬 等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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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索到手了 为什么 元素索我就收下来 還給我 把元素鎖還給我 快還給我 剛剛我做了噩夢 夢到我的元素鎖被搶走了 元素鎖呢 還挺有活力的 應該沒什麼事了 莉莉 魔將真的出現了 還有那個雷之電戰士 她就是那個叫祥華的女孩吧 自從祥華得到那種力量後 荒漠村莊再無寧日 不時就會遭到襲擊 所以村民都很怕她 聽起來你跟她很熟 為什麼她會跟魔將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那個怪物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但是因為她 祥華在躲進那個古老遺址裡 不願意跟我們接觸 古老遺址 看來那裡就是我們要找的地方 雷元素黃墊所在之地 你們要到哪裡去啊 當然 是去把元素鎖搶回來 不要傷害祥華 如果可以 請把她救回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她這麼討厭你們 只怪我那時候太膽小了 跑下了她 她 她走了 莫瑩 你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叫祥華的女孩 竟然討厭到 要跟魔將合作 有一句話叫做 好奇心害死豬 有些事不必知道 也不必探尋 我們只要完成任務就好 一點人情味都沒有 是好奇心害死貓 可是你是豬啊 你 你給我站住 我感應到了元素能量 那裡果然就是雷元素黃墊 環境怎麼變了 莫瑩 人呢 跑哪兒去了 祥華 莫瑩 莫瑩 你們怎麼在這兒 祥華她也在這裡嗎 那是什麼 快跑 暫時安全了 莫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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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一下 這裡應該是混沌 製造的幻想空間 他利用祥華的記憶 讓我們置身幻想中 迷惑我們 這麼說 剛才都是祥華的過去 被信任的朋友背叛 感覺怎麼樣 你是 你說 那些人 是不是都該死呢 我要讓他們也嘗試一下 我遭受到的痛苦 祥華 可憐的祥華 只有我才明白你內心的痛苦與仇恨 開啟幻想空間的 果然是你 魔將混沌 這次的對手 恐怕不好對付呢 那就看看他們 是不是真的能承受雷電的攻擊 不對 我們是來幫你的 不要繼續被這傢伙迷惑了 超新龍奇 武鬥變身 雷暴閃耀 雷電台 雷之電 正式 雷光盾 痛 有本事 東野變身成電戰士 在一絕高下 對 就是這樣 擊虧他們 你想去到哪裡去 雷暗 你敢酸起我 只有順經力敵的力量 才能叫決鬥 接住 好心龍奇 武鬥變身 暗瀨黑暗 劍電台 水之電 戰士 劍之電 戰士 雷光光武 衝眼斩 我不知道你被困在這個幻想空間多久了 但這些 都是棍根故意讓你看到的 不說 很爽 廢話少說 打倒再回去 雷暈大人可不允許任務出現任何意外 看來只能有火 來 請死把你們清理掉了 不存綜化形態了 大家小心 快躲開 哎 啊 啊 莉莉 怎樣救下我一個人 救救我 莉莉 接着住 我会救你上来的 谁也救不了你们 浪潮搬滚 几阴神效明 孝狼齐定王 孝狼齐定王 我来挡住他 快把人救下来 凶手吧 反正从来没有人在护 没有了我 村子里的人反而更开心 你错了 所有生命都一向珍贵 只要有我在 就绝对不会让你掉下去 你连自己都救不了 这是一个天真的家伙 不要 羊王不要 别放弃 别放弃 莉莉 香花 你没事吧 虽然有点晚了 但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那时 我是因为太害怕 才逃掉的 不是故意丢下你的 对不起 香花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不好 不好 火影 火焰燃尽 七神正临 火云齐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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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的幻想古典 谁也打败不了我 小心 力量对比太悬殊了 单击齐定王 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可恶 你想 人类的天性不是贪神怕死 当你遇到危险 他们还是会选择放弃你 既然你无法下决心 我来帮帮你吧 莉莉 走 香花 你等不了多久 走啊 雷尺点战士 你还是执迷不悟啊 莉莉就算害怕 她还是选择回来救香花 香花就算对她的背叛很生气 但当她遇到危险 依然选择救她 这种人类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 你是不会理解的 哼 木炎 那你们一起死吧 雷封 雷尽 我要 我要保护他们 终于赶紧到你的决心了 来吧 捕换我的名字吧 变光变墓 低神降临 雷行金变王 雷尽 雷尽 黑暗 西藏再藏 才推幻不中临电王 回来 雷尽 低神降临 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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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特地激发了雷元素力量 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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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变 雷尽 不用管那个像冰砖头一样的家伙 可是他长得比较帅呀 我没告诉你吗 你说什么 真可惜 来迟了一步 找到了虚无大人的元素和 混沌 我就姑且当你完成了任务吧 高教头 快找小童 快碰了我的包 帮我抓住他 来人呢 东方找小童 聪明如我 是谁 你 你在干嘛 小偷都被你吓跑了 让我帮帮你吧 哎哟 哎哟 谢谢了 风铃师兄 我们龙城山 竟然会出现这种偷摸拐骗的小贼 该给点城方 我再也不偷了 我的包包被偷走了 我的包包 我的包包 就是这家伙抢了我的包包 大家快抓住他 师兄 你的武功好像又进步了呢 你也是 走高 武课开始了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你疯了家伙 怎么又迟到了 等着我都饿了 我的香蕉 你们不会被师父发现吧 叶峰 师父 武科都过罢了 你们现在才来 魔将虚无觉醒 龙城山肩负着守卫元素河的众人 叶峰你身为超兴龙旗风之殿战士 更不能谢难 就是 虧我还特意跟着你 从地心组织回来训练 老师父 你尽管罚他 不用看我的面子 师父 事出有因 你听我解释 师父 都怪我叫师弟陪我下山才耽误了 要罚就罚我吧 没说不罚你 你身为师兄 纵容师弟 俩人一起受罚吧 老师父说了 不把木柴披光 鸡碗可不准吃晚饭了 哼 不就是砍柴吗 一点难度都没有 没错 我们师兄弟联手 没有什么办不成的 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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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用了 我不行了 你去吃饭吧 剩下的交给我 从小到大 就师兄对我最好了 好吃好吃 叶峰啊 你们龙城派的饭最好吃了 阿星很满意 嘎嘎 别说了 赶紧把食物给师兄送过去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有小刀 别跑 站住 师兄 发生了什么事 康宝阁被破坏 里面的卷轴被抽了 什么 阿星 我们去追 叶峰峰峰 武斗天山 武侮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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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 武侮队 战士 叶峰 师兄 这里交给我们 你跑不了了 武侮队 小贼哪里跑 什么 你是谁 为什么要投龙城派的队轴 这家伙 居然刀清不入 难道 我该就抢上身上 叶峰峰峰 果然 他是父母将之义的 逃物 狂风刀 把我全容 攻其大人有利 叶战士出现 启动歼灭伯士 叶峰小心 员尸中锤 居然你击中我的破颜锤 独自量力 普通攻击是藏不到我的 老兄 龙骑大人有令 变战时出现 请歼灭末师 普通攻击伤不到他 只能出绝招了 我等了 绝招流血 龙骑药维权 龙骑药 神动啦 你们惹怒我了 有手的人呗 让我们生气 天面末师喜事 可杀皇孝 糟了 阿星 召唤金剑王 就让我们来看看 魔教逃物 到底有多厉害 天天叹雄 今生正力 老公金剑王 大帝 大帝 金剑王 大帝 大帝 金剑王 金剑王 叶唤 叶唤 魔将陶屋的身体能随时变出武器 绝对不能答应 承认魔咒 犯了 火煞黄霄 丁弗玄武 都算你们召唤了金剑王 没法承认为一斤之力 令穷鞋大人的命令 掀命 如果你以为我们会就此认输 那就大错特错了 红阵长 阿苏快 看我的 那里是我 小小认良就想昏出我 小讯 小讯 这是武术在天哪 人哪 可恶 卷轴被陶屋带走了 那个卷轴很重要吗 我们赶紧回去 统治地心组织 让大家过来支援吧 从今天起 增强龙城派的巡逻 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的踪影 立刻汇报 是 行戏才刚刚开始 越来越有趣了 没想到县州长寿的雨 都能为潮物找着 可恶 别生气了 赶紧看看有什么线索 找到他们的长生之处吧 地心组织三人报到 耀辉 你们可算来了 一收到你消息 我们立马就飞奔过来了 女孩子 难道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雷之殿战士 你们好 我叫祥华 我早就听耀辉说过你们的 风之殿战士叶峰 土之殿战士阿星 欢迎贵客 龙城派掌门师父 地心组织接到信息 立刻改来支援了 你们丢失的那个卷轴 很重要吗 说来这次 真是我们龙城派的耻辱 也不必瞒着大家了 那就卷轴 是打开风元素黄殿的钥匙 这么说 只要魔将找到通往黄殿的入口 里面的元素核 随时会被他们夺走 都怪我 要是我能再强一点 能挡住他 跟师兄你无关 莱朵卷轴的 是四魔将之一的陶悟 幸好师兄没有受伤 对 那个家伙 连我跟叶峰合力 都不是他的对手 竟然是魔将逃悟 那是 那是我的剑 在跟魔将对战的时候 断掉了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呢 师兄 你受伤了 只是一点小伤 没事 是我看错了吗 给 别练了 你应该好好休息 师兄 我现在 很担心龙城山的安危 万一真被魔将得手 整个龙城山 都得跟着遭殃 师父已经派出弟子 四处寻找魔将的踪影 而且他们有卷轴也没有用 风元素黄殿的具体位置 就只有你我知道了 只要我们守好大门就行了 那个桃物太厉害了 就算我们五个殿战士一起 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师兄 陪我再练一下吧 师兄 别让着我 没有 我手上的伤还疼着呢 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 下次再陪你练吧 叶峰 叶峰 魔将出现了 站住 别想跑 大家一起上 朝夕勇气 步骤变身 你 雷之电 战士 水之电 战士 剑之电 战士 你想办法拦住他 交给我们 可以 超巨星 尝尝我的爆风剑 看招 他不是我将逃物 还愣着干什么 快后退呀 可恶 还好我反应快 快点个头 快走开 他们忘了 赶紧抓换巨殿王 尝尝尝 尽尝尝尽 尽尝尝 尽尝尝尝 gold 想起 不要大意 我们要从他身上找出卷轴的下落 让我先来换换他 什么 看不动 他身上的能量十分古怪 魔影 避免近战 那就利用远程攻击消耗 小浪集电王 冰锤射击 火焰 剑光石火 哇 不愧是墨影 这场打法和位置都好完美 喂 要不是我先手试探 他能想出这个打法吗 把它彻底冰封住 冰雪巨封 漂亮 咱们配合开成完美 不往我挨了一招当诱饵 嗯 没有你当诱饵的话 确实完美 莫莹你这家伙 莫莹 你们已经把他打败了 干得好 怎么回事 有点不对劲 那只魔兽的力量 再逐渐加强 那只魔兽的力量 这个力量 是魔养不顿 这股力量 我记得很支撑 这可可可成了 你已经迫不顿 那现在的力量 还要尽试 而且大名 尤其只是 暴风极电王 大帝极电王 阿兴 你赶紧毁掉那个玄屋 刘典 看我的 大帝极电王 大帝极电王 看来必须得一击必杀才行 不人家后患无穷 我这元素 请赐予我守护的力量 凤凤不延长 打败他了 糟了 还没从他身上找到卷蛇的线索 线索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叶峰 喂喂 你们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搞得好像刚刚打败的是我们一样 叶峰 我们怀疑 进入龙城山的魔将 不只有桃雾一个 你的风铃师兄有问题 他或许并不是真正的风铃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你先别急啊 刚刚的对战中我们发现 那只魔兽能使出幻象分身的能力 据我们所知 只有魔将混合拥有这个能力 而当时赶过来的人 只有你阿兴和风铃 就因为这样 你们就怀疑我师兄 我也验证过了 师兄的确在与魔将的对战中受了伤 叶峰 等等 等等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除了我 任何人都不能怀疑我师兄 真是愚蠢 人类 找到你了 师弟 师父留下了字条 魔将恐怕已经找到了风铃宿黄殿的入口 之前的魔兽 恐怕 是为了将你们五个殿战士引开的缓兵之机 那师父呢 他已经前往黄殿的入口了 我们也赶紧过去吧 嗯 师弟 这个方向 该不会是龙城派迷雾石镇吧 这里可是龙城山弟子的禁地呀 师兄 你忘记了吗 风铃宿黄殿 就在迷雾石镇之后啊 师兄快看 那里就是黄殿的入口了 一旦将圈柔放在石台上 风元素黄殿便会开启 幸好这个入口 还没有被魔匠发现 真是太好了 是啊 还好 我们先一步到达了这里 面红小心 怎么 没想到吧 抗星本席 武斗灭山 耶 火 啦 风剑柴 风剑柴 战士 黄狗刀 孟风 你怎么能暗算师兄呢 谁说了 把偷走的拽车交出来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从小跟师兄一起长大 没有人比我们更加了解彼此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反应了我 师兄 陪我再练一下吧 师兄 别让着我呀 师兄的左手剑 才是哪手绝活 他从来不用右手跟我对战 你真是太坏了 竟然变成风铃师兄来骗我们 所以你们就将计就计把我引来了这里 废话少说 把卷车交出来 这么说 风元素黄殿根本不在这里 雪峰 你是不是忘了 风铃还在我们手上 带我去真正的风元素黄殿 我就放了你师兄 哎呀 我们好害怕呀 哎呀 我们好害怕呀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迷雾石镇吗 你在童言诗心 你让其他人去救你师兄了 算你有点小聪明 我要告诉过你们 我最讨厌别人酸气了吧 谁要跟你打呀 迷雾石镇可是玩猪饼堂的好地方 你们是恩怒我啦 他魔化了 我从外下 不好 混沌他开启了幻象空间 au 偶尔碳 ene image 队捷 脖和 禁剑王 大人 禁剑王 大帝 急剑王 暴风 急剑王 暴风 急剑王 怎么会有两只 莫颖和小娃说过 她会分身 红身杖 分身 第三个分身 雨风 那只棍盾才是本体 可恶 我们现在连随身都还没有摆平 再不能换下空间 隐姿和人听火道 前面就是叶峰说的地方 她师兄应该就被藏在那里 除了我 任何人都不能怀疑我师兄 叶峰那个时候 悄悄悄塞给了我这个 这是她在混沌身上找到的 叶峰说 这是她小时候 跟风领师兄在竹林里玩的小游戏 现在风领师兄 悄悄留下泄索 证明 她人一定是在那里 趁着现在叶峰和阿兴 把魔将引走 我们得尽快把人救出来 也不知道她们那边怎么样了 就只有她们两个 能对付得了混沌吗 这下完了 一个已经难对付 居然还来三个 小心 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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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只 在幻想空间里 我可以双唤无穷无尽的分身 月落 熊龙剑 天后危险 切尸护卫 阿星 魔法 封震皇帖在哪里 不然 你就是跟这些星星说再见了 天下危险 欺身正灵 金刚 欺点王 新冠 新冠王 魔将混沌 你还好吧 还好 真正男子汉 不能说不好 七豪 谢谢你救了阿星 我欠你一个人情 原来还藏着一个 这里是混沌的幻想空间 要对护它 接下来得听我的 闪耀剑雨 要有小技 无双连锁 机会来了 叶峰 快 季风玄武 因为这样就能对付得了我 开血圈的 给我破 我们快撤 可恶 人呐 我的卷轴 七豪 我们不想 我 不想帮你们 我只是不想卷轴 落入魔将手里 你这个人嘴上说一套 坐着又是一套 让人总是摸不着头脑 封灵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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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快 快走 魔将在 我要等的人可不是你们 不过没关系 一起收拾掉吧 封灵师兄 封灵师兄 血额 煤之电 战士 吸尽 煤之电 战士 煤之电 战士 吵 超兴龙旗还是三个呢 那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能耐吧 你快去救风铃师兄 好物交给我们对付 好 想走 不能把他带走 不然混沌的家伙会生气的 有我在 你休想过去 闪耀轰炸弹 崛屈火焰 传牛 大造胜了 不要高兴的太子 好物是四魔将当中 防御力攻击力最强的一个 有意思 你们比之前那两个电战士 有意思多了 不好 看魔化了 看来不把他打败 我们几个都会交代在这里 聖孙 敌神象灵 雷神象灵 雷神象灵 煽到余幻王 雷霆 西天王 小狼 西天王 火云 西天王 光人魔人跑 小刘己 不能让他靠近我们 只能处于射击 小马小心 好强的冲击力 火云 西天王 把他击飞 给我扣 谁啊 知道火云 西天王的厉害了吗 谁让你倒在我前面的 叶光师王 你们才给我脑痒痒呢 什么 太嚣张了 火焰 滚蛋 别冲动啊 有灰 铁 死人 一 武动变身 大陛身战 五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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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剑台 三剑台 翱翔苍穹雄 鸡神正敌 暴风 金电王 天空残食 鸡神正敌 大帝金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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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一个 怕什么 一起上 你全都已滚开 小明星的看 我尝试多少次 我都没办法对我造成一点伤害 是吗 拿你之窩 冰雪之风 你们终于会搞这些小手段 这叫计谋懂不懂 看来我们五个人的第一次合作 效果还不错吧 你有听说过一句话吗 什么 话说的越多 完蛋的越快 不行 你说什么话都完蛋呢 现在要完蛋的是逃物 写招吧 火之元素 定死于我守护的力量 围惧它 我只忍 你穷上 这种军化 是 潮行龙的 红风 五颜山 快 快 不好 我都赶过来了 狂风刀 有 师兄 说出真正的风元素 黄殿入口 不要 军都不能告诉他 看来这一次 你的师兄真的要跟你说再见了 叶儿 住手 叶峰峰 快点儿 别想耍花样 那里就是风元素黄殿 这里就是你要找的地方 看来你没有骗我 我已经感受到了 那里面传来强烈的虚无大人的能量 把开启入口大门的卷轴钥匙交出来 小枫 一旦黄殿开启 他们肯定会抢夺里面的元素核的 快点儿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是吗 元素核的能量 是属于我的 草雾 这两个小子已经没用了 把他们收拾掉 不止动我师兄 师兄 走 一个人 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谁说他是一个人的 还有我们 套取机 小枫 我留 你们是怎么找过来的 其实是那个家伙给我们留了线索 齐侯 谢谢你们 方领师兄从小陪着我长大 就像我的哥哥一样 我不能看着他受伤害 所以 你 我 不用说了 每个人的声音都一样重要 就算不是从领身受 我也会支持你做的决定的 嗯 说的没错 你 你 那就不说谢谢了 小枫 你找到了一群 可以托付生命的朋友了 因为真正的朋友 不用说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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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盈 阿星 你们负责拖住逃务 我们去追混沌 嗯 就凭你们两个小虫子 嗯 嗯 还不配做我的对手 好决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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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魑蛙子 我们小虫子 你都在内心 哪 嗯 快得开 跑得到挺快 ? 尚 巢 吧 Operation 几 uncom 那 滨 孝狼 狄剑王 大帝 狄剑王 虫子就是虫子 就算变大了 你只配给我踩在脚下 要有紧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几条的力量 必须要提挡住 狄剑王 还有一只猖猖 阿琪 小心 那就看看 他能不能破得了我的防御 大帝 狄剑王 太多了 狄剑王 狄剑王 阿琪 那家伙的身体就像个防护盾 我们的招式完全不起作用 继续啊 我还没玩够呢 看在元素盒的份上 我再帮你们一次吧 阅价军 你全将来 你都将军 我 举他 我只认 你冲则 感情 陨陌落 身世斩生 潮行楼梯 祝我 力量燃烧着眼神 顺人 全勇猛 为正义 最敢攻的忍 帝国云泪停销 浪大地暴风狂 你这样不作战 黑暗 几战再战 才陪换不走几天 金刚 伊甸王 如霜联合 金刚西地王 郭队 别想跑 我和尊重的证 才是跟你犯的 看来 你们还没吸取教训 大家小心 就是这个幻象空间 赵母的小可爱们 好好招待招待你们 又是这几个难缠的家伙 只要找到他们的真身 你人都有 谁想这样 古云 西剑王 暴风 西剑王 雷银 西剑王 帅呀 小伙 不要高兴得太早 四肢都感应到强烈的魔兽能量反应 混沌那家伙 打算包围我们 不 他想让这些魔兽拖着我们 好让自己脱身 必须尽快拖着幻象空间 找出混沌 好 不要 可恶 我想到了个办法 破电 就是这样 让火烧得更旺行慢 我明白了 带上风 把火焰带到每个角落 云 风 全部 豫 元素的毒量已经覆盖整片区域了 万发不错 还差一点 雷鲜善 我会让你们知道 是个弩火的作用 与鹿 兴奴 快抖开 就你这种 也想打住我们 你确定 不好 他的目标是 如果任敌石柱坠落 无论是龙青派 还是山下的村落 都会被毁掉的 做出选择罢 是积蓄跟着我来呢 还是去拯救 整个龙青山 太卑鄙了 女傅 不得 不能让你毁掉这里 绝对不可以 小王 有关 你们 哪有让你独自一个人支撑的道理 坚持住 小枫 这样下去 人你们也会 超新龙击 绝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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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该赢到元素的召唤 闲 人说容预论 日假决击 天空战争 天空战争 你重生 感争 云火 随时战争 超新楼梯 自我力量燃烧的天神 你是值得 全勇猛 为正义 最干功的人 帝国云雷雷天啸 浪大地发不狂 其心装不破战 天安 一战再战 台北宽 不守纪电王 为了帝国 一场 为了帝国 常规一级 烈弓战争 风火雷之剑王合体了 元素缝合 烈焰之剑 元素缝 竟然能创造出 这么强大的威力 这就是元素战争的力量 好久没感受到 这么强大 有磅礴的力量了 不像虚无大人一样 让我领袖一下 这就是镇压在 风元素皇帝里的 那颗元素盒 穷 穷奇 居然还妄想 获取元素盒的能量 真是天真啊 人类 炮得真快 虚无大人 您很快就可以复活了 狂往素费 狂往素费 居然挡住了 还给你 还有什么本事 尽管使出来 大人已经得手了 你自己慢慢玩吧 可恶 啊 就让他们跑了 蜂元素 封元素一致已经失守 魔将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 叶峰 你们五个电战士也必须变得更强 才能与他们有一战之力 我知道了师父 你在担心龙承山吗 师兄 我们的力量击败不了魔将 但守住龙承山还是可以的 你是不是太小看 你的师兄和师父了 我没有 我不是 叶峰 放心吧 我会坚守我们从小到大的承诺 守好龙承山 但守护整个地心的任务 只能交给你们了 你们几个元素何呢 主人 这就是雷元素黄殿 和风元素黄殿里面的元素盒 还不够 还远远不够 请主人息怒 主人 不用担心 我们已经找到了水和土元素黄殿的所在 很快就将所有的元素盒都带回来 记住 只有全部的元素和汇聚 我才能完成复活 元素维合 静下执行 灭通正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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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很足吗 没完呢 速度越很快 再来 银锤射击 我呢 那你是我 配合得也不错 可惜 都不如我们 三华 叶峰 让他们见识见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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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数据出来了 无论在速度攻击和防御上 猎空战神比起单体的积电王 都要高出许多 甚至比三台积电王的数值加起来 还要高出一倍 那么说 猎空战神不用怕那几个魔匠了 对吧 从数值上可以这么说 但是魔匠的攻击力不可估量 一旦出现的魔匠多于两个的话 那如果大地积电王和笑浪积电王也能合体 不就来多少个魔匠都不用怕了吗 阿姬 想不到除了吃 你有时候还挺聪明的 多坏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就算大地积电王和笑浪积电王配合默契 但是仍然没有元素相融合的迹象 那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也许是我的问题 是元素黄电 那是魔匠 这不是我的家乡龙溪森林吗 龙溪森林也就是土元素黄电所在 阿兴 叶峰 祥华 你们立刻前去调查 至于你们两个 莫营 你和药卉回去冰河基地 看看能不能找到元素融合的方法 我们必须尽快增强我方的战斗能力 是 莫营 这里简直跟你一样冰冷 冷死了 冷死了 快进去 快进去 冰河训练基地 看起来就有气势 听说您以前是这里的排行榜第一名 那应该很受欢迎吧 他们该不会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等着我们吧 莫营回来了 他怎么还敢回来 小声点 人家现在可是随时的战士 是我听错了吗 帅气强大的战士莫营 好像碰到铁钉子了 这些人好像不是很喜欢你 我们来这里 只有一个目的 找到合体的方法 快跟我走吧 去哪儿 怎么 怎么在山洞里 比外面还要冷 你干嘛 到了 这是水元素黄电 这是冰质黄电吧 怎么会这样 自从我获得了元素力量 它就一直这样 都已经冻成一块冰头头了 不愧是你的元素黄电 怪不得执行长让我过来 我来试试 火焰能量 能不能把冰融化 一点作用都没有 你身为水质电战士 连你都进不去 这 这是什么 是生活在这一带的冰水巨雄 不惹怒的 它不会主动攻击你的 说好的不主动攻击呢 大哥大哥 我错了大哥 放我下去啊 我已经三天没有洗澡了 是臭的 不要救我 超兴龙旗 武斗变身 超兴龙旗 武斗变身 剑之列 战士 都建立 超兴龙旗 古斗变身 陈颜旗 黑暗 剑剑开 剑之变战士 说到我不好吃的了 看他后腿 这只冰水巨熊树伤了才会这样的 好机会 身上的尖刺拔掉 破烟 破烟 幸好没事 冰雪巨熊十分畏惧元素黄殿的力量 从来不会靠近 为什么这只巨熊会出现在这里 你问我我问谁 那个 莫颖 小智他没在这里吗 他是不会来见我的 我到另一边去搜查一下 那个小智是谁啊 怎么你们好像都不太欢迎莫颖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莫颖 你是我们之中 唯一得到水元素黄殿认可的战士 去吧 拔开黄殿的封印 成为新任的水质殿战士 莫颖哥哥 你是整个冰河训练器地里最棒的战士 里面的封印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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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阿 魔兽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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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营 后来 末营获得了水元素力量 便即将会这一支武士 但是大家挖开碎兵 把教官救出来时 教官已经陷入温靡 直到现在 再也没有醒过了 小智一直把墨影当偶像 没想到却亲眼看见 他害了自己的父亲 虽然墨影那家伙是冷酷了点 嘴巴还坏 性格还不招人喜欢 但也不至于那么坏 从那以后 大家都说墨影为了得到力量不顾一切 就连水元素黄殿也不再认可他 所以整个黄殿才被冰雪封闭 现在正是好机会 小智 墨影已经不配成为水元素力量的继承者 去打败他 成为新日水之电战士 爸爸 我会打败他 得到水元素力量 一定能让你恢复的 这是我的寒冰剑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小智 爸爸相信你 一定可以击败这个伪君子 冷冰冰的水之电战士 居然喜欢毛绒娃娃 真是让人大吃一惊的 不是我的 肯定是阿宁把这里当成仓库 把毛绒娃娃都搬过来了 这么多训练道具啊 不知道我在这里的战士中 是属于什么水平呢 嗯 你连这里最低血的战士都比不上 我刚刚没准备好 再来 不准捧这把剑 只是一把木剑而已 真小气 莫营 不 不好了 这不是小时候 教官亲手给我们做的木剑吗 你居然还留着 这家伙这么珍惜教官送的东西 我就说 他怎么会为了得到力量 而伤害教官呢 发生什么事了 小智向你发起挑战 这是他给你的腰战牌 一个被元素黄电拒绝在外的电战士 莫营 你已经失去了成为继承者的资格 我要挑战你 成为新一任的电战士 挑战 挑战 小子 像我这么厉害 你打不过莫营 你还是放弃吧 你连他都打不过 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你 我接受你的挑战 为了公平 我不会使用水元素力量 挺有自信的 那就接招吧 为什么不还记 是不是因为你伤害了教官 请重快叫 有进步 教官看到应该会很欣慰的 你不配叫他的名字 也不配成为水之间战士 今天我要用爸爸的韩冰剑 对付你这个背叛者 弃着光芒 果然是 韩冰剑在那次大战中 早就丢失了 怎么会在小智手里 元素的力量 我敢赢到了元素的力量 超级武器 武道灭身 燃起黑暗 剑剑开 剑剑剑战士 小 小智怎么了 危险快躲开 小智在挖出很强的魔器 一定是魔教搞的鬼 快变身 潮行龙骑 武道变身 浩瀚机 浩瀚机 水之间战士 我才是水严肃能量的继承者 可能是没把这个问题 超级机 闪到空前斩 那是什么 火器 控制小智的不是韩冰剑 而是他身上的那根线 我知道了 吉儿 找到你了 真够隐秘的 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谁 魔兽 魔兽 魔兽又出现了 杨辉 召唤齐电王 我一人 我一人将 你 叫我与其劲 我 你重生 看着 天火随时战身 潮行龙骑自我 力量燃烧的眼神 心炙热 从勇猛 为正义最敢攻的人 激活与内体骁老 大地暴风狂 已经到复活战 黑暗 即战再战 才陪换 我 杨辉 杨辉 离 杨辉 杨辉 击电王 速度好快 要不你快走开 冰锥射击 在上面 破烟 再来 你退 这只魔兽的速度极坏 凭速度 我们根本跟不上他 那该怎么办 那得想办法 让他的速度慢下来 这边 灵射击射击 好机会 风光 五眼 阳 路 好机会 开闪躲到什么时候 现身吧 教官 他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父亲 小智 别过去 这个人根本不是教官 应该说 在四年前就已经不是了 他只是一个被魔匠控制的腿蕾 快看那边 那边是一条瀑布 我小时候经常在那里玩 那边是一片果林 我最喜欢吃了 还有一颗龙心结束 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座森林 阿星 够了 到家了 阿星 这里好像也没有异常啊 难道植星长信心有误 我回来了 龙心森林 阿星 为什么只有你会说人类的话 我们都诞生于龙心之树 龙心之树是整变森林的生命之树 也是它给予我土元素力量 在我获得土元素力量之后 就能和人类一样说话了 这些水果看起来很好吃 谢谢你 我不客气了 疼 这小孩是谁 这些水果是我摘的 最后一根是我的 你已经吃了这么多了 怎么还饿呢 给 小孩 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不过忘记是什么了 只记得好饿 都做好饿 所以你闻到水果的香味就找过来了 你看 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喜欢你 这个送给你 好臭 这果子已经坏掉了 快点扔掉 没有人比我更熟悉龙心森林了 小朋友 我帮你找回你的家人吧 顺便巡查一点森林 金之殿战士 别跑了 陪一起玩儿呀 想玩捉迷藏吗 那我就送雷到底 没想到被派过来的 竟然是他们 小孩捉迷藏吗 得尽快找到超新龙棋那几个家伙 不然整片龙心森林 都会被毁灭 这个好吃 那个也好吃 好吃 行 快让我也尝尝 好酸哪 你怎么什么都往嘴里散呀 这小孩的肚子 怎么像一个无底洞一样 真的有那么饿吗 你好奇怪哦 奇怪 你才奇怪呢 你为什么要跟这两个人类这么好 说的好像自己不是人类一样 没错 我跟它才是一样的 嗅到了 咱们的味道 那是 那棵就是龙溪之树 是我诞生的地方 整片龙溪森林也是因它而生 太漂亮了 记起来呢 我要找的就是这棵树 继续变战士挺好 终于找到你们了 魔将来到了龙溪森林 他们要 又躲又躺的 原来在找这几个小子 正好把你们一并收拾了 小心 奢励楼 Team 武术必然 有法衔帘 武叶带 服刺天 武刺店 暕死 雷记便 暕死 武刺店 暕死 真是重複 这 再给我挠痒痒啊 阿湘 别急 到你们了 高气要回军 电光风舞 虽然是雕虫小技 不过确实让人讨厌 不好 他要魔花了 小本机电王 好想当时 继续剩余 王王机电王 大帝机电王 雷帝机电王 雷帝机电王 奥风机电王 大帝机电王 雷帝机电王 雷帝机电王 不开 雷帝机电王 凡人真凡人 魔杀狂小 一会儿再跟你们玩 他的目标好像是 龙溪之树 不好 快阻止他 他想破坏土元素黄殿 夺走里面的土元素盒 龙溪之树 就是土元素黄殿 绝不会让你碰到龙溪之树 龙溪之树 你能打得住我 神随妄想 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快点快 我要找这棵树做什么呢 天下星神 七神正灵 金刚一天王 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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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凤凿斩 雷瓶是发 为什么要你最留一次让我生气呢 大家小心 让二胡相亲 我想起来了 龙溪三林里出现了两个魔家 除了陶屋 还有一个是 还在等什么 童谛 我都记起来了 雷瓶大人说 要把魔气种子散布整个龙溪森林 什么 住手 快阻止它 不要啊 只要魔气种子便不整片龙溪森林 龙溪之术被魔气污染 龙溪森林 这个人根本不是教官 应该说在四年前已经不是了 他只是一个被魔将控制的傀儡 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控制 别胡说八道 莫营 你是我们之中 唯一得到水元素黄电认可的战士 去吧 打开黄电的封印 成为新一任的水质电战士 嗯 我被水元素黄电认可 只要进入黄电中 得到元素素 就能真正获得水质力量 魔兽 好徒弟 教官 水质能量是我的 能量和也是我的 那一刻我已经明白了 教官被魔将控制 他利用了陆基水元素黄电 才将所有人击败 夺取里面的元素质 放弃挣扎吧 对不起 也是从那一刻起 水元素黄电外围 结起了厚厚的冰层 你这家伙 为什么不早说出来 教官一向以守护水元素黄电为己任 他一定不愿意被人知道 自己竟然受到魔将的控制 破坏了最重要的黄电 真是让人感动了 不愧是我来保定 把教官还给我们 超兴同心 武斗变身 超兴同心 超兴同心 卸卸凯 卸之殿 战士 卸之殿 战士 你 你们干什么 他们被控制了 既然当年我失手了 难道这次还会 重蹈覆辙吗 让你曾经的队友们也领教一下 你的实力如何